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芒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 就是这个 人家越问越伤心,他就越问越难答 当然被人问越难答 大家知道,当前加沙地带仍然是战火不断 尾巴冲突也看不到什么时候会停 而此时此刻,拜登政府仍然被西梅踢爆 将会计划是对以军售180亿美金 包括25架F-15战机不是35,F-15战机 你经常说,加沙地人很惨 那为什么要买呢? 就是火上加油 原来《纽约时报》对于 就是这个布林肯 就问他了 那记者就提出了 就问 美国是不是会暂停 向意识你输送军给这些问题呢? 应该不会暂停 应该不会暂停了 应该不会暂停了 他答得有时候,我觉得他说话都好像是 就算是乱无伦次 那布林肯就说 这批 军备 在前几届政府不关我事 但是你有权力停了 但是你有权力停了 前几届政府说给的 不关我事 但是你有权力停 那就是说 这些武器转让 他不是说的转让 可以追溯到10年前的 可能更久之前的 这些是前人的协议一部分 涉及到 武器可能 需要几年才可以生产出来 但是 提案多年前就已经获得 是国会通过的 远远是 早过 现在的二巴冲突 其实他问你 你会不会暂停 他又说回一样的 就是 你复读机 停定 Yes or no 会不会就是了 是不是 你说那么多 其实你就不停 因为他担心说我不停 我对他的 支持很坚实 因为他又担心些非武 要选举 对于这个回复 纽约时报记者又提出质疑 为什么 多年前没有战事的时候 要批准军售 那只有布林肯他就回答 以色力的安全 不单只受到哈马斯的威胁 还有黎巴嫩争都党 伊朗和其他地方 美国向以色列输送军备 其实是用智慧 这个很搞笑的 智慧式的威胁手段 为了避免更远的冲突 好了 你这么说 你说几年前你就不怕 喂 你说几年前就可以威胁到他 为什么去年10月7号 那件事件 还不得好 几年前给这些东西 就可以威胁到哈马斯 为什么实际上 不威胁 事实上是 这样就可以 那些威胁不到我比更加厉害 值得威胁到为止 行不行 是的 当然 布林肯 当时在巴黎访问 就是他第二故乡巴黎 当日也跟法国外长 赛玉 以内 其实他早几天都去了中国 举行联合记者会 现场记者就问他 这个记者就问郭武卿先生作为美国政府部门的领导人 你批准运送以色列 在这场冲突当中 绝大多数的军备 好像 国际食品援助组织 中央传访 WCK 其实这几天都成为了全球的焦点 因为 七位外籍的援助人员 没有了 A worker 记住是救助人员 我们很悲观地说一句 如果他们走的人不是西方那些人 没人 美国怎会出声 有美国公民 有澳洲公民 有波兰公民 有英国公民 最搞笑的 英国最初都不敢证实 很担忧 现在三个 走了最多人就是英国 现在他就开始强硬 最初都是投鼠机器 勇武 你们说到 英国很勇武 什么都不怕 他不是一样害怕 这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他的骤忌 看回 这个 布林肯 当然 这个世界中央厨房 那么多人离世 他就被人问他 你会不会暂停向以色列 提供军备 之后 这位记者还提到有关河污战争的问题 布林肯就简单地回答了河污战争的问题 之后 就讲回这个提供军备的问题 开始回答 布林肯就说 这个问题 要从 一个正确的角度去看 什么是正确 每天都有人离世叫正确 你这些什么答案 你越是这样 你越是难 答得好 什么是正确 人家问你正确是不是有 33,000人走了 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 你怎么回答 我都回答 当然他肯定 说来说就是那几套理论 就是帮以色列有自卫权 什么什么 什么的 什么的东西 说来说就是那些 其实 美国 对以色列的安全和帮助 是确保他们有自卫能力的长期承诺 无论是共和党 还是民主党 说到真必思论都会背出来了 好像台湾 回应那些 跟他断交的事宜 说来说来说来 基于 基于 秩序的规则 说来说去都那些 维坦布林肯就说 无论 在共和党 民主党 一届有一届的美国政府政策 经过多年发展这些政策 已经 是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连续协议 长期协议 之后他就开始 开始 A字博 如果讲东话就叫A字博 就说 美国现在这些向以色列运送军备 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 达成的协议 这些协议每年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个是现有制度 而且是可以存在了很久 废话 现有制度之前你卖给中国的 晶片那些美国的现有制度 都可以买 你说不买 你什么也不买 撂你 你说 事实上是立刻可以拔走的 国家安全就可以了 你一句话 你一句话就可以了 是吗 那就是了 追溯了十年之前 这个是现有制度 其实他问你很简单 现有制度 OK 现有制度 你现有 你现有政府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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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敢问你 是吗 他就说 每一项武器 的转让都符合法律 和政策要求 包括非正式和正式通过国会 这个好笑 非正式那些 你现在就想着非正式 繞过国会 撑你 是吗 这个就是我们对 每一个跟我们 国防有关国家所做的事 包括出售 转让武器 布林肯也说 很多有关以色列的武器的申请 十几年前 已经获得美国国会批准 但是 你权力是可以 大到可以暂停 是吗 那些记者就问 你为什么不暂停 他就问你为什么不暂停 他就说回那些 十几年前 已经是这样 暂停是可以的 是吗 是吗 以前已经订下来的 这个合约 一定要输送的 不是 但是有些东西都带了 国家安全就带了 你说这个不危及国家安全 不是的 如果有极端油出来 激起了极端油 又或者 有很多人出来动荡 可能对国家安全有影响 布林肯也说 由于生产等等各种问题 是 这些军备 系统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真正完成流程 其实他都只是问你一句 你会不会暂停 就是问你 你说 兜圈子说来说是多少 那就是说 你们偶然报道的很多案 几年前 都已经经过了国会 早过加沙这次的冲突 当然他就 早过加沙的冲突 他就说 这样回答 原来就露出马脚了 好了 记者就发现了 你有破绽 老板 记者就问 这样的问题 更大 在非战争年代 你也批那么多 而且你不说 你真的不知道 死了 他说了出来 原来批了那么多 就是 死了 国会 从来都没有机会是审查 那些记者就问 原来是这样的 非战争年代 你也批那么多 布林肯 就知道 好像是 说了 说了一些 不应该说的 一非战争年代 你说了出来 一旦有时报 继续问 原来 繞过了国会 之前也说 他们有一些 当然 是不是可以 是可以的 说明 他是利用了一个 漏不漏洞 因为他是有一个门栏 当然门栏 门栏可高可低 他运用了一个门栏 的确可以 繞过国会 这个也是 我就不会说 这个是 就是我 我不说 这个是 因为他真的有 这样的法律 可以让他 豁免 OK 那当然 记者 也都看到 很大问题 没有战争 你也批那么多 而且有些还比国会 有战争你会批多些 布林肯就说 我们依法办事 我们就会向国会通报 你记住是通报了 因为有些 有些如果小的 其实他们很多 可以比国会 其实一直以来 是确保 这个冲突 不升级 最搞笑的是 希望 10月7日之后 冲突不会升级 话虽如此 当然 他就说我们 跟以色列关系 不单是关于加沙哈马斯 还有真德党 还有伊朗 还有各种威胁 他们 都发誓 要以 这样或者那样方式 摧毁以色列 我看到 现在以色列 以这样或者那样的 藉口 在摧毁加沙 是不是 他再次就说 以色列寻求 获得武器 很多情况下 我们签了合约 这个是智慧的威胁手段 是为了避免更加多冲突 真的好笑 你这么多年 有避免到吗 要避免到吗 这么多年有威胁 为什么10月7日那件事有 是吗 避免更加多冲突出来 其实因为以色列 这么多年 是做一些东西 令到 巴人 有反弹 当然 其实他们的这 苟前也很难说清楚 他也重新 对于加沙的冲突 从第一起 美国就努力令到以色列 意识到保护平民 你记住 叫他意识到保护平民 充分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以及 其他的法律必要 他有没有做到 10月7日到现在 你说敦促了 有哪一天做到 他就说这个 我们定期研究 和审查 10月7日到现在 都几个月 过了几天就有半年了 大马sir 是吗 做到什么 做到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 研究和审查 我们也定期跟以色列接触 我才刚刚跟以色列代表团有个视像会议 中东局势那么紧张 美国政客就计划 对以色列是军售 原来这个路透社也说过 拜登政府现在考虑向以色列提供 大约180亿美金的军手 尤其 不到黄河心不死 包括 25架F-15 战斗机 和其他配备的装备 美国加快加辅F-15 是以色列国防部 部长加兰特的要求 是以色列叫你这么兴起 其他 叫你批什么批什么 你不肯 近东救济署 断了近东救济署 那些缓载 断了断了 布林肯的说法也是 类似的 原来 这个美国持续向以色列提供军备 这个是奥巴马政府16年 敲定的一项 十年期计划 这个协议 的规定就是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 38亿美金的军事援助 从奥巴马年代起 其实很多军备的订单已经得到 是国会批准的 但报道同时也说 自从金铃尼巴冲突以来 其实拜登也绕过了国会批准一些东西 那么紧急向以色列 是运送了两批 总额2.5亿美金的军备 理由就是这些急需品来的 那你说什么都是急需品的 是不是 这个好搞笑 急需品 因为他 2.5亿就不用 是 你记住 2.5亿他真的可以绕过国会的豁免 因为他门槛未到 由于 如果以色列的订单 是没有达到金额的门槛 美国政府是 不必向国会或者获得国会的批准的 所以 10月7日以来 已经 有几十个这样的订单 当然 都没有被公开披露 加沙 卫生部门也说 自从本轮尼巴冲突以来 以色列 的军事行动已经在加沙造成 32,800多人的离世 75,000人受伤 细者三分之二 都是妇女和小孩 所以之前 希拉里克林顿 即是 美国前国务卿 他说话 那些人不是 双叉 他说他去偽 他常说女权 和儿童权 对吗 加沙那些是什么人 你回答 你回答 你回答不了 你回答不了 不过他有比佩洛西 佩洛西就说 你是中国派 佩洛西是最差的 最差的 最差的是他 对呀 这个人 他很有钱的 佩洛西 他是个 很好明的 即是 他不是 浩利 即是 他是好明 这个人好明 我最记得 是比钱看得更重要 佩洛西本来很有钱 所以看到他为了自己的死人名声 他就做了一些很骄傲的 亦都不顾那些 普通老百姓的那些东西 那看回纽约时报也说 批评以色列 在加沙 的军事行动的人就认为拜登政府 应该利用一切可能手段改变以色列 现在的军事行动 但是拜登政府 不单止 敦促国会批准18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 亦都 抵制这些要求 限制 美国向以色列出售军备的呼声 不是 那不是一样 说真说得这么伟大 你一样是不想人家说这些 还有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原来巴勒斯坦 上驻联合国观察国代表 亦都宣布 巴勒斯坦已经自咸联合国秘书长 打算再次加入联合国 不过 他们说 巴勒斯坦也挺老实 其实巴勒斯坦最大的障碍是哪里 就是美国 美国绝对是会投否决票 因为他怕以色列 要帮以色列 巴勒斯坦的申请 其实巴勒斯坦都是 都是悲观的 他说 预计很难通过 因为有美国 不是我说巴勒斯坦自己说的 所以 最搞笑的看到有些人没有L人性 就说 左膠撑巴 昨天我都看到论国还有人敢说 三万三千人是什么人 什么左膠 那我认 如果这就是左膠我就承认 我就承认 所以为什么 现在 有些人就觉得 西方软实力很强的 但是为什么 好像现在都散散地 你看看现在正在做实质 然后巴勒斯坦也都说 他已经写了信 已经致涵给古达雷斯 要求重新考虑 这个巴勒斯坦联合国 的这个资格 这个 也是一封 由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 签署的信涵 也提到巴勒斯坦 在11年9月首次提出 提出 是 会员各地位申请 并且希望 是联合国可以考虑 其实联合国 我觉得古达雷斯是没问题的 但是 有些人说 中俄整个乱合国挡住 挡住 有些朋友 如果你自己是真是 不是双重标准 那美国是不是挡住 是不是 当然 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议题 但是 也是那句 其实这个世界 没有谁比谁高尚 为什么他要这么撑以色列 以色列也代表了美国中东的利益 你知道 犹太人 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也大 这是最简单的原因 所以拜登 他是 进退失据的 因为如果他 拆穆斯林的话 他有可能失了很多犹太的选票 但是好像现在 他有失了很多穆斯林的选票 当然你最好的解决方法就叫 内塔利亚胡停手 其实内塔利亚胡停手就很难 你既望他明天人就没了 这样可能好些 不过应该就不会的 他刚刚才完成了小手术 不知道多么精神 好 今次节目先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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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